这个男人正在用洗手间的水龙头洗澡 奇怪的举动 吓跑了旁边的路人 几天前 他从东欧来到了纽约机场 刚下飞机 就被告知 他所在的国家发生了政变 自大的管理员 根本不管他是否听那种英语 只是告诉他 你不能进入美国 我虽然无权逮捕你 但你现在也只能在候机厅里待着 然后给了他几张免费餐券 和一张电话卡 就把他丢在了机场之中 老汤一脸无辜的 在机场里逛来逛去 直到他看到 新闻中的视频 整个人都蒙了 画面中 人们四处奔逃 老汤想要了解更多 但电视却一直换台 他来到休息室 想要继续看新闻 却又被赶了出来 这下只有在门一开一盒的时候 他才能看到新闻 老汤想给家里打电话 但电话卡他不会用 他想寻求帮助 奈何语言不通 无奈 他只能坐在长椅上 无聊的数着餐券 他看到 旁边有个女孩的皮箱合不上 老汤使劲一按 皮箱合上了 就在这时 不知从哪来了一股风 挖跑了餐券 清洁工以为是垃圾 就给收走了 这下完了 他除了一身行李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夜晚 他来到了候机厅 把椅子搬在一起 然后拔掉这里的电源 今晚就在这里睡下 第二天 光头管理员在监控室里看到 老汤正拿着水龙头洗澡 眼看 老领导就要退休 光头不想让老汤这个另类 继续留在机场 而老汤 虽然看着别人吃上的饭菜 忍不住的咽口水 但他还是不愿意吃别人剩下的 转身 他拿了一些免费饼干 用一些番茄酱 做了一个三明治吃 可这哪里是长久之计 很快 他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机器 收集行李的小推车 可以赚钱 赚到钱 他立刻去买了一个小汉堡吃 接着 他开始疯狂收集行李车赚钱 这一次 他拿到了高级套餐 立刻狼吞虎咽 他想知道 新闻里播报的 他国家的内容 但他看不懂英语 于是他拿了机场摆放的旅游小册子 这一切都被监控室里的光头看在眼里 光头看惯老汤用行李车赚钱 专门找了一个收行李车的员工 想要断他财路 没办法 他只能再次吃上了自治三明治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晚上 他在大厅里遇到了一个送餐员 对方拿着一盒鸡肉饭 对他说 我喜欢这里的一个女警 但我不知道怎么约他 只要你能帮我约到他 我就给你吃的 从此 老汤每天晚上都有饭吃了 你觉得这样丢人吗 这没什么丢人的 只不过 是为了混口饭吃 生活对他不好 他只能加倍的努力去寻找生机 眼前的这个女人正在打电话 哭得稀里哗啦 老汤看到后 见他可怜 好心给他递过去一张纸 女人感动了 立刻邀请他共进晚餐 但却被他拒绝了 不是因为直男 是因为他身上真的没钱 为了赚钱 老汤开始挨家店面试 可他连身份证都没有 哪里有人敢用 知道有个店员说 你连电话号码都没有 说到这儿 老汤立刻想到了什么 他来到外面的电话亭 记下了上面的号码 回头报给了电源 然后他就在电话旁一直等 晚上电话终于响了 对不起 我们已经招到人了 他的希望再次破灭了 开始在机场里到处晃游 直到他看到了意图 还未粉发的墙 这可是他的老本行啊 于是他拿起工具 就开始刷墙 一边刷 一边跳舞 一夜之间 竟然弄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转过头 吓了一跳 公头问他 你是谁 他以为自己闯了祸 赶紧道歉 公头却说 你跟着我干吧 四处碰壁 这么多天 他第一次找到了工作 但光头不乐意了 他问手下 瓜大白一天能赚多少钱 手下说 一个小时十九美刀 光头一听 这还得了 比我赚的都多 于是他就把老汤抓了起来 结果前脚刚把他抓起来 后脚就不得不请他帮忙 今天有领导过来视察 前面有个东欧人 在后机市闹事 没人能听懂他说的话 只能让老汤来翻译 一番沟通过后 老汤才知道 东欧人想把药带回国 在机场不让 因为按照规定 想要带药回国 必须要有文件 东欧人却说 这药是给我父亲治病用的 我买的时候 也没人告诉我这些呀 但光头根本不听 东欧人直接跪下了 可光头根本没有人情味 还是要把他压走 老汤很难过 赶紧改口说 刚刚是他听错了 这不是给他爸治病的 是他买给山羊的 因为海关有明文规定 只要是给动物的药物 就可以不用文件 东欧人得救了 他激动的抱着老汤 开始语无论词 但老汤就惨了 他的手被打印成了一张张纸 不过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老汤救人的故事 很快就流传开来 当老汤再次走进机场 人人都对他微笑示意 把他的手印贴在店里一事尊敬 他成了机场里的英雄 机场的生活还在继续 老汤和清洁工聊天 说起了被困在这里的事 清洁工说 谁又不是被困在这里呢 23年前 他刺伤了一名 恶意收取保护费的警察 被迫抛弃家庭 故身逃到了美国 之所以做清洁工 就是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老汤继续申请出境 每次都被拒绝 直到有一天 宋山元把他叫醒 你的国家战争结束了 人人都为他庆祝 之前邀请他吃饭的美女 也帮他争取到了紧急签证 老汤拿着签证 去找光头签字 光头却说 你可以坐飞机回国 但我说过了 不准你入境 老汤坚持入境 丝毫不退缩 于是光头说 我可以给你签名 但你的朋友都会被开除 包括那个 逃了半辈子的清洁工 我要把他遣返回印度 为了朋友 老汤妥协了 他选择立即回国 临行前 所有的朋友都来劝他 老汤没说话 他来到清洁工面前 和他道别 清洁工很生气 伴随着清洁工的叫骂声 老汤离开了 此时 一个保安找到了清洁工 他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 很快 老汤看到机场的保安 都在拼命奔跑 他过去一看 飞机的跑道上 清洁工举着拖把 冲向一架飞机 就这样 他用手里的拖把 成功截停了飞机 I'm going home 最后 一群警察包围了清洁工 他选择了主动遣返回国 清洁工的做法 给了老汤莫大的信心 他开始朝机场的出口走去 朋友们都开始跟着他 一大群人 浩浩荡荡 汪头派出保安前去阻拦 保安队长 却脱下自己的大衣 盖在了老汤身上 还说 走吧 这是送你的 汪头愤怒的 在监控室里大喊 却也无济于事 老汤终于走出了机场 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纽约 帮父亲完成了遗愿 电影到这儿就结束了 很多地方 我们有展开去讲 并不是没看懂 主要是觉得 感情戏的桥段 过于狗血 不够精彩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原片 简而言之 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 总是既励志 又有深度 因为他本人 就充满了励志的味道